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很少千千》 今天大盤開第一之後 在低檔做震盪 尾盤跌15點 我現在在昨天的節目上 我們跟各位談到說 昨天指數已經來到8310點 8310呢 理今年的高點 只剩下129點 所以來到高檔震盪 這是非常正常 但是最重要的 這個位置點要怎麼做 我說在這裡 指數當然 短線上它開始會做一個震盪 但是在個股不一樣的地方 像昨天我跟各位講過了 你還是要在這個位置點 你要折搶太弱 就等於說強者很強 弱者很弱 我說在這裡呢 你不要認為股票跌升 那你一定要去搶反彈 我講過我們買股票 這個地方一定要買什麼 買趨勢好股 所謂的趨勢好股 那當然就是當下的一個主流 我相信洪軍我一直在幫各位做這件事情 我想你看節目這麼久 我相信洪軍我跟各位所講的 就跟做的當然是一模一樣 很少人能夠拿真實的績銷 然後在節目上跟各位來做分享 我相信洪軍我不是在定市一年兩年 我相信這十年的一個時間 認識我的都很清楚 洪軍我這個地方我不喜歡 這個地方呢 然後呢 有這個績效 然後造價 有這是有 沒有這是沒有 所以我跟各位所講的 這些個股 都是還沒有漲的時候 那我們就在節目上呢 跟各位分享 那我現在這些股票一漲上來 那當然 如果你認同洪軍的 那這個地方能夠賺到錢 洪軍當然也是非常的高興 因為畢竟呢 投資朋友 你認同我 你才會看我的節目 所以我說 機會呢 來的時候 你真的 你不要讓他跑掉了 指數這個位置點 我說你也不用太擔心啦 就跟之前一樣 大家在怕Q1 我跟各位講說 你真的不用太擔心 Q1如果真的 開始做縮減的一個動作的話 那其實是一個短空 長多啊對不對 指數壓回來 這是你最好的一個機會 我相信第一次下來 我跟各位講 沒有跌破 就是你最好的一個機會 對不對 各位你看到 後來有沒有反彈 第二次回來 我跟各位講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跟各位講 破敵方的行情 因為指標在低檔背離嘛 那現在你看到這一波呢 它不但在突破這個高點 現在已經來挑戰 今年的一個高點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一直跟各位 所規劃的一個行情 對不對 其實在中秋節之前 我們跟各位講 對不對 你要趁節前的壓回呢 你要趕快做好準備 因為先整理 它還會再上工 那以目前還是一樣 大盤呢 現階段這一條叫做夜線 這條叫季線 所以夜線突破季線代表說 中線的格局 它是慢慢的在加溫了 所以以目前這一條 夜線它是呈現助長 如果真的大盤壓回來又怎樣 你還是要買啊 對不對 更何況呢 各位量又收了 所以每一次量收的機會 是要讓你掌握 我現在是一個行情 行情呢 在加溫前的一個準備 好是你說老師 現在呢 國內還有那種什麼 要去抗議的 或是說關收案 這個東西呢 後續會怎樣 所以我說 老實朋友 你們就是這樣啊 每天有什麼力空的時候 走到不敢買股票 但是 你越怕 你看到 指數呢 它越漲 你越怕 指數越漲 當時呢 來到 來到連線的時候 你也怕啊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已經呢 過季線過夜線 這一路往上 上來 那 那你一直在怕的話 那我相信 同志朋友 你就錯過了很多的機會 我現在從六月 我們呢 重返生計的榮耀到現在 那 我說呢 我生計會做到九月底 那 十月份 我們會幫各位呢 重回呢 電子的行列 我相信 我們這個都是事先規劃的 我想呢 這個都是讓各位去印證的 如果呢 你現在你還不動作 那你以後呢 還是會錯過 很多的一個機會點 所以 每一次呢 量縮 我們跟各位講 這個機會 你一定要掌握到 那 就像說 這一次呢 你看到 4163的液胎 從低檔上來 這一波呢 同志朋友 你沒有做到的 4168的唐年 我相信各位 如果說 你錯過 這一整波的行情 4162 至勤 各位你看到 你錯過這一整波的 我說這裡 那當然短線我們在低檔賣 現在來到高檔 它會震盪 但是 我跟各位講 它不會拉回 所以生技股 紅金呢 我只會報老 我不會帶你去追高 我現在要帶你買的 一定是 整個產業 它開始呢 有所謂的一個 轉機性 而且呢 在個股上呢 它的底部的形態呢 相當完整的 所以我說 之前生技 你來不及跟我們 這個地方呢 做 低檔的卡位的 來 我現在這一次 金管會的技術三招 我跟各位講過 這種充量的行情 你說 老師 每天都出來 一支劍也是一天 兩支劍也是一天 我跟各位講 因為短線 還有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呢 你認為說 現在沒有量 不代表未來 它不會出量 所以 你現在 你要做好準備 如果真的啦 投資朋友 我請問你 如果真的 現在大盤呢 量能呢 開始呢 一千億 一千一百億 但是 你去想 如果真的 讓你看到這樣的一個 量能的時候 那一些呢 好股票的低點 你能夠掌握到嗎 所以呢 你是不是要做好準備 即使呢 你錯過像 藝胎 你錯過像唐年 你錯過呢 像智勤 當時那種 從低檔剛剛呢 開始突破 那個呢 黃金的脆在買點 你錯過的 洪靖我也跟各位講說 其實現在呢 多頭呢 可用之兵呢 非常的多 所以你不用 在這個地方呢 心灰意能 洪靖我學習呢 你看到 我都在幫各位 就像說 你錯過這麼多的機會 各位 洪靖呢我在 我在呢 9月4號 我跟各位講 充量行情 底部起漲三劍科 我現在這一檔 低價股永光 171的永光 我現在最近呢 各位 它是不是呢 持續的大漲 3176的基亞 你看 這一波在第一檔 掌握到 它也是創新高的一個佐勢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到 這種股票 它開始在突破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 第一個時間點去掌握 你看到 這個位置點 投資朋友 現在呢 是不是都是 成為底部的位置來 一突破 我說呢 先賺先贏嘛 對不對 那整理 就是要為了要走什麼 更遠的路啊 對不對 那後來各位你看到 永光有沒有一路呢 再噴出 有沒有再噴出 即使你沒有掌握到 你9月4號 你這份研究報告 你沒有掌握到 來 各位 洪峻呢 我說 機會 來的時候 你要掌握 9月12號 我跟各位講什麼 太陽能 光芒 萬丈 為什麼要買太陽能 對不對 我這個量給各位呢 五個理由 我現在這個多次呢 事先已經跟各位講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到9月25號 各位 你看到什麼 旭日出生台廠 第四季產能 利用率呢 達到 逾九成喔 對不對 我現在這些股票 我們也不多講了 你今天你看到這種消息 對不對 你再來買新日光 你再來買帽底 來得及嗎 我現在來不及喔 我相信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有沒有事先告訴你 關滿萬丈 三劍客 對不對 這三檔股票 我相信這個要事先講 事後呢 讓你去驗證 來 第一檔 是不是叫做帽底 是不是叫做帽底 你還拿得很清楚 來 第二檔叫做什麼 叫做新日光 各位 這不是事後論啦 這是事先呢 我們呢 已經呢 送給各位 同學 我不喜歡說 你常常去做追高的動作 我喜歡你在第一檔 你要做好準備 因為呢 你每次呢 都等到消息出來的時候 股價呢 都已經來到什麼 各位 已經來到高點喔 我在第一檔 那是不是呢 叫各位趕快買 那現在呢 各位 那帽底這一波 過高之後 持續的有沒有 到今天 創新高 3576 這一檔萬丈官網 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我說呢 你要買在一個 確認的黃金買點 你看到 如果你不買 這樣一路噴出 你看短短的 這幾天的時間 各位 是不是差了25%了 又25%了 我說股票啊 你要掌握了 就是第一個時間 時間點 對不對 即使你不是呢 跟我們呢 在 9月12號 做好準備的 來 洪俊我9月14號 我送給你 帽底 包括新日光 都還得了幾喔 對不對 那當時呢 各位你看到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在第一檔 連續三次的攻擊量 對不對 在第一檔呢 開始突破 你要去掌握到第一個時間點 7月營收 重回20億以上 對不對 8月營收 創29個月來的新高 後美國的標案 第四季的營收 增溫 最近各位 我相信呢 它 還有呢 所謂的一個現增 還有呢 所謂的一個 整個呢 在整個再見的一個 轉換的一個價格 我相信這個都是呢 最近呢 各位 都是在 新日光裡面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利多 我相信各位 3576的 新日光 有沒有在第一檔告訴你 對不對 我相信呢 你要做好準備 朋友 來 你再看 那這個是不是新日光 對不對 開始呢 第一根突破 好 突破之後 來各位 有沒有連續呢 做呢 創新高 即使壓回來 各位 你看到 它還是可以創新高 所以 行情呢 是需要呢 做好準備的 對不對 如果你錯過帽底 你錯過新日光 在這一波呢 低檔 做佈局的 來 太陽冷還有一檔 還在低檔 還在低檔 我們現在呢 我們不宜公布 我也希望 你要做好準備 明天呢 這個機會呢 你是不是要跟我們 一起來做一個掌握 對不對 到現場 我們告訴各位 這一檔 太陽冷 要如何去掌握 那另外呢 在現階段呢 像一些呢 車用的電子 包括像車王電也好 包括像以利電也好 那包括呢 像長天 各位 最近的一個飆漲 那還有一檔 剛剛呢 從底部突破上來了 所以明天的見面會 那當然 我們拿到現場 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所以呢 各位 你這個地方 趕快呢 事先做好預言 因為座位有限喔 所以我說 在這裡呢 行情是需要呢 各位呢 同志朋友 事先做好準備 所以我說 明天的機會 各位 你要趕快呢 跟我們來掌握 我們等一下回到現場 來到新莊正都心 我堅持在一千多坪的純住宅區 只蓋一棟建築 為了追求最好的生活品質 你的鄰居是萬坪公園 中港立體 雅興蓋房子 放心一輩子 一戶一梯梯 雅興向上 85218111 在下班之後 花兩小時 為自己的投資事業 吸收養分 替準確命中 生計第三方支付 新F4 太陽能之後 要您一同見證 光輝十月主流誕生 9月16號 星期四 晚上七點在台北 作為有限 前線預約 任個直播卡 為專線 02-7725-8899 輪雲頭部 紅頭資產 2013年 全新研究團隊 並持專業良知 認真用心 強要服務負責 迅速積極 現場先知先覺 永遠領先 續賞知覺 堅持好進好出 保證待進一定待出 深入產業面向 掛掘潛力標普 不足拖斷底部 複製成功模式 善用短線價差 累積人身財富 人員負責 智負增線 02-7725-8899 在下班之後 花兩小時 為自己的投資視野 吸收養分 氣準確命中 生計第三方支付 新F4 太陽能之後 要您一同見證 光輝十月 主流誕生 九二十六號 星四晚上七點 在台北 作為有限 前線預約 任個直播卡 為專線 02-7725-8899 頭痛 請用 預分出 吹起聽 請用起聽 無分之 無分之 快夠好 歡迎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在行情的一個操作 這個地方你絕對不要有那一種 用賭的心態 同時我說操作那當然 那也可能牽涉到 所謂的一個投資跟投機 我正跟各位講 轉機不代表投機 所謂的一個轉機 是因為之前的產業 因為某種因素 所以產業從高峰一路 盪到谷底的時候 但是各位 因為環境的一個變遷 現在開始又從谷底翻身上來 那你是不是要掌握 從谷底翻身上來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叫什麼 這叫做轉機 對不對 就像說之前 各位 在整個 宏達店從1300塊 這一路跌下來 我現在一檔 在高峰持續的往下 然後一路往下跌的股票 剛剛產業在轉不好的時候 你不要說認為股價跌身了 那你就要買 我現在 宏達店在這一次 即使在230、240 宏達店 我叫各位 你一定要避開 如果你不避開了 來各位 那這一段呢 對不對 到現在 我想從六月底 你跟我做的 像義胎 像唐年 像志青 你任何一檔投資朋友 你抱到現在 對不對 抱到現在 都還在賺錢 但是 如果你抱 宏達店 你從六月呢 六月呢 你抱到現在 各位 到現在 你還賺不到錢 甚至呢 這個地方 你還在尋求解套 我當時跟各位講的 三檔股票 對不對 三檔高價股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同樣是高價股 來 年發科 為什麼現在 如果低檔 當時你在低檔跟我掌握 到現在還在高檔 即使還沒有創三八五的高點 但是至少 你在低檔買到現在 買年發科 你不會賠到耶 對不對 但是呢 你買宏達店各位 到現在 你還在賠耶 你還在賠喔 對不對 來 這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我說呢 你不要抱這種弱勢的股票 我說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過去了 投資朋友 你反彈 你不賣 你還是一樣會爆下來 那今天郁金光 你看到 那是不是呢 直接打到跌停板 同樣的 3673的TPK也是一樣啊 之前六百塊叫各位呢 你不要再買 為什麼 因為頭部都已經 這個地方已經出來了 正當跌破我告訴你 你要趕快捨得耶 對不對 那拉回來 我跟各位講 不要搶反彈 那你不相信 你搶反彈 你沒賣 你破底 你又不停損 你一路來報到 你看喔 從六百塊一路報到 兩百六十五點五喔 對不對 那你說買在這裡 老師 那這裡是不是出大量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有人去接 你慢慢的去看嘛 我相信呢 出大量 這個地方還沒有辦法去 做V型的一個反轉的一個拉抬的話 那這裡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籌碼呢 非常的亂 所以這種籌碼不穩的股票 你真的你不要呢 隨便去亂強反彈 我們現在要做的 一定要做什麼 這這個產業它開始 有在呢 做什麼 做 做 怎樣的一個 成長的 那我相信呢 這才是你真正要去掌握 就像說 太陽冷之前 可能大家認為四大產業 但是 紅軍我把它認定為什麼 景氣循環 對不對 景氣循環的當然 在高峰期的時候 股價在高檔 你絕對不能去碰 但是 現在它是從谷底開始上來 各位看到 除了中秋節 你看到 休假呢 人家還在加班以外 那現在還有廠商 已經接單接到什麼 已經接到年底了 對不對 那最重要我們要看什麼 看產能利用率 你看到 同志朋友 現在整體的太陽冷的一個廠商 對不對 它的產能利用率已經過九成了 所以我說 這段的機會為什麼 同志朋友 你不好好地去做掌握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 9月12號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講 太陽冷關滿萬丈 你錯過生計 低檔做佈局的 紅軍有沒有告訴各位 太陽冷的機會來了 我相信 這三檔股票 我們在9月14號送給各位 你認了一個點 你進去買 會不會讓你賺錢 那 紅軍我送你 不是說 這段隨便送的 對不對 我相信我們跟各位講的 都是在整體 我們對整個太陽冷的一個研究 我們把這一份研究報告送給各位 然後把最有機會的股票 然後把你選出來 所以這個都是什麼 這是要事前的什麼 事前的一個準備 對不對 不是等到 你看到大漲了 消極出來再去追 你能夠在低檔買 為什麼 你不在低檔買呢 對不對 你要等到說 它噴出了 那你再去追 那是不是都來不及了 你看到 帽的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相信9月14號 你來得及嗎 來各位 9月14號 當然來得及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跟我們在低檔買 對不對 在低檔買 你9月14號在這個地方 同學朋友 你後面你看 你還是可以賺到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賺到 當時新日光 各位你看到 在這個位置點 那也算是剛剛起漲 你不要說 洪峻我沒有幫助各位 對不對 我們把研究報告 都已經事先來送給各位 我相信 如果你不是跟我們會員 在低檔做買的 但是 你越早來哪的話 同學朋友 那你是不是越早賺錢 所以洪峻有沒有幫到你 我相信各位 你很清楚 而且我們還告訴各位說 那這種剛剛從 殘坡段的一個底部 剛剛突破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做好準備 而且 在整個籌碼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它相當的一個穩定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你能夠去掌握到 黃金的買點 各位 你看到 那是不是呢 就能夠持續的一個賺錢 來 各位 那這一段呢 你不要小看這一段 又是25%的利潤了 所以接下來太陽能呢 還有一檔 還在低檔的位置點 那這一檔 紅軍呢 我不便在節目上公開 對不對 你想要了解的 那明天的一個機會 你真的要好好掌握 對不對 你不要說等到股價大漲了 那你再來追 都已經來不及了 就像說 當時呢 各位 來 你去看 六月份也是一樣啊 我現在你有來到見面會的 來 各位 當時你是不是 實微能夠佈局在什麼 在一個確認的買點 對不對 後來呢 突破之後 你看 這種股票如果你不做好 事先做好準備 你看 19個交易日漲一倍 我現在也不是每天跳空漲停 對不對 每天你敢買都買得到 所以我現在這一種呢 持續滾量的股票 那這個地方呢 紅軍呢 你看喔 我們在剛剛起漲的時候 就能夠幫你掌握到 那之後呢 各位你看到 像生計 我們跟各位講的這四檔 對不對 那這四檔股票 來 各位 你也看到 當時的唐年 它是在低檔 是不是在低檔 那後來你印證到什麼 唐年呢 後來一路大漲到什麼 大漲到154.5 來 各位 這個都是你們 之前一路印證上來的 對不對 你不要小看說 從低檔這一路到這裡 這是主組呢 九成的一個機會喔 這是主組九成喔 所以我說 機會又來了 那九月份那當然 它是一個 轉折的一個月份 所以主流那當然 十月份呢 開始喔 會換人座喔 所以在十月份呢 這些主流呢 這些呢 產業會在哪裡 你一定要知道 那明天當然 我們跟各位提到了 在整個指數呢 在第四季 包括呢 第一季喔 它的一個高點 有機會呢 落在哪裡 這是我們呢 在見面會的時候 我們會跟各位呢 來做好分析的一個動作 你不要等到說 那一檔股票 從低檔又漲到高檔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 都已經來不及了 對不對 我相信 當時有沒有在低檔 告訴你 台日要適合做 最大的售貨股 唐年 如果你能夠買在這個 底部的位置點 我相信現在來到高檔 即使怎麼震盪 那你都不會擔心 你都不會害怕 所以我說 做行情 一定要事先做好準備 所以我說呢 在這裡 洪聚我不喜歡說 那每次呢 要帶你去追高 因為追高這個風險太大 所以做股票呢 一定要在低檔呢 要做好準備 所以明天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你要掌握 洪聚會告訴你 還有一檔太陽能 剛剛呢 從底部才剛剛呢 上來 而且這一檔股票 它有護爸爸做加持的 想要了解的 那趕快呢 做好預約報名的動作 明天同學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深田藥莊高純度玻尿山滅膜 深田藥莊高純度玻尿山滅膜 在下班之後 花兩小時為自己的投資事業 吸收養分 契準確命中 生計第三方支付 新F4太陽能之後 要您一同見證 光輝十月主流誕生 九月十六號星期 晚上七點在台北 作為有限 前線預約 一個直播卡為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八八九九 輪圓證券佛庫 以打造台灣 成為理財幸福島為最大面積 為提供最專業的服務 不惜重心沿覽業界頂尖的分析師 絕對值得您用信任托付 讓最懂理財的團隊 替您做好精準的分化 找出最佳的買賣點 幫您贏得燦爛的余生 留言通過制服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八八九九 七七二五八八九九 民國五十五年 全台國小每班約五十二個學生 當時約二十個年輕人 撫養一個老人 民國一百零一年 全台國小平均一班約二十五人 預計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約四個年輕人需撫養一個老人 隨著社會的變遷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 以影響年金制度發展 彈習下一代 請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當時的孩子啊 對啊 政府給我介紹的 不錯耶 你們在說什麼啊 我現在入學 不足夠了 我也會想說 那種人